岂有此理 美国人欺人太甚 中国巨资购买的荷兰阿斯美亚光刻机 无法升级维护 美国公然要求荷兰日本政府 单方面撕毁合同 禁止售后服务 如果美国得逞 将会导致我们数百台的光刻机 系统无法保养 软件无法升级 设备无法调试 产品无法正常生产 那么如此下去 生产华为Mate60 Pro的709000S芯片 以及华为Pura70的709010芯片的 光刻机设备 很快就会进入报废期 如果我们自己研发的光刻机 短时间之内顶不上去 那么7纳米以上的先进制程的产能 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美国威逼利诱荷兰的动作 已经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荷兰政府撤销了阿斯美亚的 NXT2050RA 及NXT2100A光刻机系统的 出口许可证 美国新禁令特别规定 阿斯美亚对受限设备的 维修和零部件更换 都需要另外申请特别许可证 不是买了 就不受限制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表示了中国的一贯立场 中方反对 美国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胁迫其他国家搞对华科技封锁 但是呀反对归反对 一贯立场的表达归表达 但是呢好像呀也只是各说各话 但是我们也要说 美国的这些围堵的做法真的有用吗 我们看到 荷兰的阿斯美亚的首席执行官 温宁克就公开的质疑 认为美国这样的双重标准的做法呢 它必定会促使中国 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领域 成功研制出自己的技术路线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光刻机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顶得上去 我们的生产线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 那么如果不能够及时顶上去 我们有没有备选方案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光刻机能够研发的越快越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最近呀 美国针对中国科技的制裁为主的动作 可是一点都没有松手 不要看一回美国财长叶伦访问中国了 从广州吃到了北京 一路好像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美食 中国的筷子 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特朗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 这个也来了 来了之后呢 还在北京买唱片啊 到上海看所谓的这个篮球比赛等等 好像呢 这个来讨好中国的老百姓 但现实层面呢 针对中国的打压 包括科技的制裁 包括在全球地缘战略上的板块上的博弈 真的是一丁点儿都没有松手 我们看到 除了前面讲的光刻机 禁止荷兰阿斯美亚方面为中国的光刻机提供售后服务之外呢 针对华为的新的制裁又来了 这个大漂亮呀 现在可是气急败坏 因为搞来搞去呢 无论怎么搞 好像就搞不死华为 你说这心里面多憋屈 过去针对日本的东芝半导体呀 说让你怎么死 你就得怎么死 针对法国的阿尔斯东 说让你怎么玩 说让你怎么倒下去 你就得怎么倒下去 但是现如今呢 中国的华为 好像呢 并不按照美国的剧本在走 这就是让老美气急败坏的原因 但是气急败坏归气急败坏 该搞的动作一样都不少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联邦通行委员会FCC 通过最新的禁令 禁止华为 禁止中心的无线设备的实验室认证 其实这个什么FCC认证呀 根本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息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证 对华为产品的销售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在买华为手机的时候 华为设备的时候 华为的5G的基站台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管你这个美国 什么FCC的机构认证呢 只要我们的实验室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标准通过之后 其实就可以认为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通讯标准了 再说了 我们看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这个名头呀 听起来好像很大 就像美国的NASA 美国的这个宇宙探索 但是现如今呢 我们都知道 在实际的业务层面呢 说句心里话 核心技术早就没有了 已经成了和政客捆绑在一起的 这个混江湖的 我们说到这个通信技术 只要提起来 大家根本就不会想到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我们只要说到宇宙开发 宇宙探索呢 大家大概率现在也想不起 美国的NASA了 最多想到美国的SpaceX 那么想到中国的什么 北斗呀 探月呀 嫦娥六号呀 中国的空间站呀等等 这就是呀 时过境迁 今日不同往昔了 那么我觉得 提到通信技术 中国的华为和中心 真的可以当 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的老师了 无论是五级还是六级标准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要不要拿点真本事出来 别每天搞这些有的没的 关键也没什么用 我今天做这个视频呀 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一说 也算是给他面子了 要不是为了酸他几句呀 我都懒得搭理他 其实吧 美国这个FCC机构 他每隔几年 自己就会跳出来 秀一把存在感 自己给自己加一场戏 2020年 FCC将华为和中心 列为通信网络的 国家安全威胁 禁止了美国公司 购买华为和中心的设备 2022年的11月 FCC禁止批准 华为和中心的 新的电信设备 现在这都过去好几年了 华为和中心 也算是照样活得好好的 业绩照样嘎嘎的往上涨 现在此刻当下 美国的FCC 还在给自己加息 自己不觉得尴尬吗 其实从宏观上来说 美国制裁华为 可以说是必败无遗 而眼下我们基本上 已经看到了结果 首先我们可以 从以下几个原因 来分析这件事情的必然性 首先第一点 叫做技术的自主性 我们不可否认 华为在EDA软件 也就是芯片 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方面 目前能够掌握最先进的 设计两纳米 及更先进芯片的国家 其实就是美国 那这一部分咱们还在追赶 但华为用很短的时间 在去年就发布了 完全国产自主化的 14纳米的EDA软件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速度已经非常的快 关键这个软件本身 它的EDA的 它的专利 各方面的技术 都是完全我们独立自主的 而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客观的说 美国的芯片企业 像英伟达 像高通 像苹果的芯片 它们使用台积电的代工 用荷兰的 阿斯美亚的EUV 极紫外线的光刻机设备 可以制造出来 更为制成领先的 2纳米3纳米芯片 那么当然在跑分方面 似乎更有优势 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从去年8月29号 雷蒙多访华 华为无预警的发售了 华为Mate60 Pro的 这个 麒麟9000S芯片 支持了5G 支持了卫星通话 那么卫星通话功能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手机 旗舰手机 能够支持这个功能的 换言之 我们买一个手机 不是说买你跑多少分 不是买你几纳米制成 我们买的就是用户体验 买的就是功能 如果美国苹果公司 也能够自主研发出来 5G基台芯片 那恐怕就能够证明 自己在通信领域有一定的实力 但不好意思 苹果公司做不到 而华为做到了 如果苹果手机和三星手机 也能够在没有任何信号的情况下 通过卫星进行天地通话 进行打电话 发送信息 那么这件事情呢 也说明啊 大家都有同样的竞争力 但是现实情况是 华为做到了 苹果和三星 没有做到 换言之 在真正的科技创新方面呢 华为手机的的确确 短时间之内 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而最为重要的 来支撑 5G功能 及卫星通话功能的芯片 也是自主研发的 所以啊 从技术自主性角度来说呢 那么越是被制裁的公司呢 它越是投入巨额资金 来进行自主研发 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敢说 样样都 绝对的遥遥领先 但是呢 我们已经实现了 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性 这一点非常关键 已经艰难了 不需要了 兄弟 那么第二个呢 是市场的多元化 我们看得很清楚 如果一个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多元化的市场格局 那么单一市场的制裁 根本就不会 对它的整体业务 产生太大的影响 无论是2023年的华为财报 还是最近一季度的 华为的财报 都表现非常亮眼 正所谓啊 西方不亮 东方亮 那么在国内呢 华为有大量的喜爱者 那么在企业层面呢 众多的企业 对华为产品的信任 包括华为的人工智能AI 在矿山 港口 码头 甚至养猪场 人工智能的设备 都用起来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华为的5G设备 自然在中国大规模的 新基建的基础之上呢 那么也得到了很大的应用 这就是很大的订单 那么消费者呢 对华为手机的喜爱呢 也让华为终端的这个业务呢 得以快速的恢复 除了中国的本土市场 我们看到 华为手机最近进军东南亚 华为的5G设备 在全世界依旧是非常的受欢迎 即便在欧洲地区 照样有很多的国家 使用华为的5G设备 换言之啊 美国针对华为的市场的 这种隔绝呢 其实根本就是失败的 第三个叫做供应链替代 那么任何的科技公司 都会快速找到 能够替代的供应链 你不是博卖给我吗 那我就去就去想其他的办法 活人怎么能会被尿憋死呢 对不对 那么你不跟我合作 我自然能找到和我合作的企业 自然能够想尽一切一切办法 来维持我自身的产品生产和销售 所以啊 华为的Mate60的709000S 和Pura70的709010芯片 再会让美国方面 惊呼 哎 意外 没有想到 围堵真的是失败了 在法律层面 我们看的也很清楚 任何公司遭遇这样的不公呢 都会通过各种法律途径 来挑战这些制裁措施 当然 也可能会对未来的 整个的全球的 美国的 所拉起来的这种小院高墙 科技封锁 科技保护主义呢 形成一种反击力 换言之啊 你让华为的产品不可以在美国销售 制裁华为的全球供应链 那么唯独TikTok在美国市场的运作 那你要想一想 你的微软的操作系统 你的Facebook 你的WhatsApp 你众多美国的产品 是不是在全世界 很多个市场都在使用呢 那么其他的市场 恐怕也流样学样 照样可以按照你美国的说法 把这些美国的产品给轰出去 到头来恐怕损失最大的 就是你美国自己的科技公司了 而第五点呢 就是所有人都清楚的国际合作 现在呀 叫来叫去的 也就是美国 也就是昂萨家族那几个国家 加上日本 韩国 菲律宾 这些美国的小弟们 但是你要知道 全世界快200个国家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国家 和中国的科技公司之间 有非常多的合作 不要说什么俄罗斯了 就算我们知道 像沙特 巴西 印尼等等 这些国家的分量 那可是不小呀 他们在全世界 无论是人口规模 GDP 还是他的增长速度 恐怕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国际力量 所以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合作呢 必然会让所谓的这种制裁 这种小园高墙呀 它的效果呢 几乎可以 这个降低到一个忽略不计的程度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必须要说的消费者的忠诚度了 我们看到 华为的产品呢 在全世界的消费者当中 忠诚度非常之高 消费者会继续购买他的产品 即便是面临的制裁 那么手机呢 我们不用多说了 在国内很多的 这个啊 这个华为的粉丝 那么在国际上呢 华为的5G和6G设备 他的粉丝可是 可也是不小呀 虽然这些设备 都是卖给运营商的 但是长期以来 和运营商之间的深度合作 那么华为设备的稳定性 早就得到了这些运营商的认可 所以你想啊 这个美国一声令下 所有的与华为合作的 这些运营商全部都撕毁合同了 你觉得可能吗 更何况在这个世界当中 也有非常多的国家 根本啊 和美国之间关系也不怎么样 他才不会管你怎么说呢 甚至有的国家 你美国越是让我 不和谁合作 我偏偏就要和他合作 我就要和你唱反调 不要以为这样的国家少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创新能力 说句心里话吧 我们讲来讲去讲那么多 什么我们支持国产呀 讲这个讲那个的 对不对 包括国际社会 什么我们这个反对美国霸权 我们这个看得感到华为 这个被不公平的对待等等 如果你的产品不行 如果你的创新能力不行的话 这些都不好使 对不对 如果你买个电话 打电话 信号 这个不稳定 时有时无的 那别的别人买的 花钱买东西了 那肯定这个产品的性价比 产品的科技创新能力 要有吸引力 这是任何商业企业成功 他的前提 其他因素都是辅助因素 所以华为持续的创新能力呢 是最为重要的 他每年收入的25%左右 都投入了科技研发 这是他能够不断成功的 关键值所在 大家不要以为是因为被打压 然后呢 我们老百姓爱国支持他 这当然很重要很重要 但最根本的就是 他为什么被打压 他如果没有实力 美国才不会搭理他呢 对不对 很简单的 国内有些厂商 为什么美国不打压呀 所以他这种创新力 他这种产品力 这种科研能力 这是根本之根本 大家不能够舍本求没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必须要说到政府的支持了 来自本国政府和民间的支持 也会让公司度过难关 这一点呢 因为遭受到巨大的不公平 包括孟晚舟被扣在加拿大等等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全方位的支持 那么使得华为呢 更容易的去克服难关 这是个事实 从经济实力角度来说呢 中国强大的经济基础 也会帮助中国的科技公司呢 有一个巨大的市场 作为它的一个底气 那么由此来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呢 能保持业务的稳定 还言之呀 能够稳定的活下去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国际的法律与规则 这一部分目前的话呢 受到各种保护主义的影响 的的确确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冲击 但不管怎样 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 很多国家认为呢 美国针对华为的这些举措呢 本身实际上呀 是不公正的 是站不住脚的 是过分的 以上这些因素呢 都是影响科技制裁结果的 一些潜在因素 但是呢 我们也要说 华为能够存活下来 原因是非常多的 大环境 政治支持 经济法律技术等各方面 那么应该说 每一条路 每一个决策 每一步路呢 走的都很好 而最为重要的是 任何的关于制裁的讨论 我们当然是基于事实 理性和尊重国际法的框架下来进行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 美国的科技制裁措施 的的确确已经搞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到现在都没有搞死华为 美国的招数呀 也真的已经用尽了 以后还想要把华为打下去呢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们这个呢 看得非常清楚 而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呢 需要讨论的是 如何能够在国内 培养更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 通过自主研发 核心的产品力 核心的技术 不断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的喜爱 更大的市场 我想这是正道 我们只要按照这条正道去发展呢 甭管什么妖魔鬼怪呀 最终都阻止不了 我们前进的步伐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